这个上面的 这个上面我画的 这两个公式 这两个公式来的 来完了之后 先 具体的我就不讲了 你们自己去看 反正这个是重点 我就不跟你们讲了 太长时间 还有这个 这道题 描述这个微波方程 是求它的 冲击响应 它这个方 它这个下面的解法 它是按照 直接法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来解的 但是呢 你们 你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间接法 间接法 按照这个方法 来解这道题 算出来 给你看看答案对不对 答案对了 那说明你用间接法 就用对了 如果答案算不上 对不上 那你再看一下 间接法是怎么求的 这两个 2-6 2-6跟2-7 包括这边的 2-5 你们都尝试一下 用间接法 能不能做出来 接约响应 接约响应 考的不多 就是 这两个公式 这两个公式 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互换的公式 顶多它会出的话 就是可能会给你一个 接约响应 然后 让你球要倒 然后得到冲击响应 这个地方不是 考的 基本就没考 我 偶尔会出现一次 这个公式 然后 它告诉你这个 它不直接告诉你 冲击响应 它是告诉你 接约响应 然后你要知道 用接约响应 得到冲击响应 这样 嗯 第四节 不是 不是 不是重 哦 第四节 重点 第四节是这个 卷积积分 卷积分这边有个概念 卷积分的概念 是 是这样 它的原始的公式 是这个 是最原始的一个公式 最原始的一个公式 然后 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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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T 卷积上HT 这个是卷积 然后 这是它的原始的公式 然后下面这个有 分成三大类 T小于零 然后 FT FT不是有什么 时间限制 FT 不 又是这样 FT是因果信号 然后另一个 HT 不是因果信号 这是 这是1 然后说 HT 是因果信号 这个就是 HT是因果信号 FT不是因果信号 这是2 然后3 FT HT 都是因果信号 这是3 这3 1 2 3 你们就是 做题的时候看 看哪个是因果信号 去用哪个 哪个是因果信号 去用哪个 如果说都不是因果信号 那就用第三个 这个就是 把前面的这个 最原始的公式 把前面最原始的公式 给它简化 简化了一下 简化了一下 理解一下 这个东西要理解一下 还是要理解一下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必须 跟你们讲一下 你们这个 高速 高速的话 有两个部分 必须得学好 一个是 积分部分 就定积分 然后 还有一个部分是 无数方程 这两个部分 基本就是 这个 这本专业课的 就是 就是工具 所以说 你学好高速 对这本课 还是有帮助的 2.8 2.8 求零状态响应 就刚刚我说了 刚刚我说了 求零状态响应 前面 前面的用的是 那种 那种很笨 很笨的方法 是什么 通解特解 那种东西 你就不用看了 就用这个 HT 卷积上 FT 就用这个方法 下面 人家就已经开始 用这种方法来做了 现在你们 你们也要按照 用这个方法来做 然后前面 我跟你们讲的 不是前面 能有那几道题吗 你用这个方法 自己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做出来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必须得掌握 因为这个地方 怎么说 也不是每年都考 但是 前两年考的 但是后面考不好 就没法说 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就出其不意 是不是 掌握 但是还是要掌握 这个是 卷积运算的一个步骤 就是先换员 反转 平移 相乘 积分 这是一个步骤 步骤完了之后 下面是立体 先看立体 看立体 算卷积 看立体 这地方 画图 然后画图 它是怎么翻转 怎么平移 怎么积分的 其实这个 你会了 就很快的一个东西 基本上你用眼睛 都能看出来 它是怎么样的过程 但是如果说 你那个中间 像这个 它有一个 右踢右踏 右踢右踏 如果说你的 你的高数 高数这个定积分部分 定积分部分 就是不是很过关的话 所以这部分 这部分可能学起来 有点 有点费劲 预算规律 预算规律的话 这个性 它属于性质方面 性质方面的话 可以简化计算 但是不一定说 每个地方 它都会用到 有的地方 它就是直接 用不了这些东西 直接它就是想让你 死散 就是考虑你 计算能力的 这些运算性质 还是要 还是要 了解吧 也不一定说 就是非要 碰到一道计算题 你非要 就想个性质 来让它 简化一下 这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 命题人就是想让你 就是想让你 考虑你的计算 是吧 交换率 分配率 然后后面的 还有一个什么 结合率 就跟加法 加减乘法一样 它同样符合 然后卷积的性质 这个又是一个重点 前三张我说了 前三张全是重点 实义特性 实义特性 F1 卷积F2 的UIT 实义特性在这 当F2 实义的时候 结果同样的实义 证明部分不用看 证明部分 这些部分 它不可能考 然后微分特性 还有一个 这样还有一个 如果 如果这边就是 如果说F1 T 同样也减去一个T 到这个 然后再卷积上一个F2 T 减去一个T2 它得到的什么 得到的是Y 括号T 减T1 再减去一个T2 就这样